桃園机场身为重要国门 内部设施多元 最近有一位部落客在脸书分享 桃園机场有个神秘角落 就是免费提供淋浴间给需要的旅客 设置在第一行下跟第二行下 各楼层的出发区抵达区 以及飞管制区一共有十处 让不少人直呼很方便 尤其搭红眼航班的时候非常需要 每时间免税店按摩椅休息区 每天疏运大量旅客的桃園机场 内部设施越来越多元 不过您有注意过 这个连蓬头图示的淋浴空间吗 宽敞明亮分身男女的淋浴间 附有沐浴乳 洗髮精和吹风机等 以应俱全提供旅客免费使用 我觉得很不错 因为给长途的旅客可以有洗澡的时间 最近有位部落客在脸书分享 桃園机场有个神秘角落 不少人都知道出境有免费淋浴间 其实入境也有相同设施 第一行下有四处淋浴间 第二行下则有六处 分别是在各楼层的出发区 抵达区以及飞管制区 不少网友大站在飞了长途搬机后 可以洗个热水澡 搭红眼搬机的民众也直呼很需要 除了免费淋浴间以外 我们也在长廊里面有图书馆 按摩椅 健身房 基本上都可以提供给 入出境转机旅客便利的使用 疫情过后国门大开 淘机表示机场旅浴量 恢复疫情前七成以上 内部设施也跟着提升 盼提供旅客更舒适的服务 记者林初强 讨论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讨论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讨论报道